原标题,妈妈一定要知道增强宝宝免疫力的最佳做法,宝宝健康,妈妈才开心图片源自网络秋冬季节,生病的宝宝真是不少。 在各个医院里转上一转,干凡人挤人接种而至的科室,一定少不了儿科诊室。 想来也是,宝宝的抵抗力比不得承认,不能快速适应季节的变化,所以很容易就会生病。 所谓内调怪养,想让宝宝增强抵抗力,少生病,除了药物之外,妈妈可以尝试让宝宝多吃着六种食物。 图片源自网络易水水是万物之源,也是人体构成的主要部分,约占人体组成的70%。 营幼儿体表面积相对于体重比成人更高,水分争赞流失多,更需要补充水分。 水分充沛,新陈代谢旺盛,免疫力自然提高。 白开水是宝宝最好的饮料,有助于帮助宝宝排除体内废物,提高抵抗力。 图片源自网络二负航维生素,西医的食物维生素,西医的好处在于能提高身体免疫系统的功能,降低感冒发病率。 水果,蔬菜中含有的维,西医最为丰富。 另外,蔬菜中的纤维质还可预防便宜,提供肠道通畅良好的吸收环境。 水果的果馆糖帮助肠道义均生长,就像在小肠大肠铺一层免疫地毯一般。 维生素最多的蔬菜,当属西兰花,号称蔬菜界的维生素,西医之王。 吃的时候尽量别炒,凉饭或是蒜锅能够不破坏其维生素,西医含量。 维生素最多的水果,就是迷头桃。 建议让孩子在两餐之间吃一到两个,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补充维生素,西医。 图片源自网络三菌菇类食物菌菇类食品有助于提高宝宝的免疫能力, 还含有丰富维生素B菌,可以很好地改善宝宝心血管方面的功能,还能带来好心情。 如银耳内糖17种之多的氨基酸、钙和维生素等微量元素, 从而起到很好的滋阴润肺、生筋养胃的作用,又如香菇、蘑菇等, 大多含有多糖类化合物,多食用此类食品可促进肠道义生菌的生长,有效地预防肠道疾病。 图片源自网络四副行维生素D等食物维生素D的重要作用就是预防季节性的感染, 包括普通感冒和流感。 许多研究表明,人体维生素D含量越多,有害病毒和细菌就越少。 人体如何获取维生素D? 沐浴在冬季阳光之中,让身体感到舒服惬意, 人体皮肤就会响应阳光的照射,日光预可促进维生素D生成。 很简单是不是? 还有富含维生素D食物,牛奶、三文鱼、虾、鸡蛋、蘑菇。 富含维生素D的水果,柠檬、苹果、樱桃。 图片源自网络五五股杂粮糙米、艺人、燕麦等等,五股类是人类的主食。 在婴儿添加副食品时,首先要尝试的是米粉、麦粉。 全股类食物含黑牙壳多糖、维生素D和E都丰富。 这些抗氧化即能增强免疫力,加强免疫细胞的功能。 图片源自网络六股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婴幼儿正值身体快速增长及脑神经发育期,对蛋白质及钙质的需求量相当高。 所以鼠类制品为婴幼儿期最佳的营养来源,同时可以增强孩子的抵抗力。 除此之外,像大米、小米、小红豆、鸡蛋、鱼虾、鸡肉、牛肉以及豆制品等这些食物都富含蛋白质,宝宝可以多吃。 但是,蛋、肉与这些食材尽量不要油炸,因为这样会破坏掉蛋白质。 图片源自网络总之,让孩子增强免疫力,最佳做法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营养均衡,拒绝高油高糖的精致化加工食品,增加户外活动,接触阳光,多做运动,强食健体,合理天衣,春午秋冬。